我現在心情非常的緊張 因為我想去參加我人生中 第一場自由潛水比賽 怎麼會這樣 我剛剛覺得我意志力薄弱到不行 拜託不要再來比賽 越來越多 我在這裡會煩的 你知道嗎 通通不要來比賽 我是Celine 我熱愛大海 熱愛自由潛水 喜歡變成一隻魚看海下的世界 但我也跟大部分的人一樣 討厭考試 討厭壓力 有時候喜歡待在自己的舒適圈 直到疫情期間時間被偷走了 我開始思考有什麼事情我一直想做 但總是因為各種原因放棄的 於是我決定給自己下了這個挑戰 今天是我要去練習之前比賽的第一天 這時間真的過超級快 在下下禮拜就要比賽了 然後其實我到現在對於比賽規則啊 什麼之類的 就是現在是完全不清楚的 就是今天的目的其實是 來瞭解一下比賽的規則 跟就是知道我應該要注意的事情 我跟朋友約在這個 育城運動中心 介紹一下我這一次的coach 嗨 妳該不會解釋一下coach是什麼意思 確保妳可以好好的就是進行流程 ok 那我的性命就交給妳了 這一次參加了環太平洋自由潛水泳池賽 來顧名思義就是在泳池間進行的比賽 項目是學字潛都一定會考的平潛跟壁氣 而這一次我參加的是靜態壁氣跟雙脯動態平潛 也就是一口氣可以壁氣多久 跟穿上挖鞋後一口氣可以游多遠 出水面的時候除了抓好旁邊以後 妳就是要做那個service protocol 就是水面流程 水面流程就是如果移除妳臉上任何的裝備 看著裁判也不能裁判在這邊 然後跟她講 I'm ok 對 這樣都沒有用 所以妳至少要轉過來看著裁判 我跟她說怕還要 反正呢就是起來之後 摘掉筆 然後才能說I'm ok 如果我同時說I'm ok 我就剛剛油的全部都是白油的 對 好嚴格 真的 所以它有一些特定的規則 是因為它要確保妳 起來的時候腦袋是清楚可以記得這些規則 我已經是萎扎了 是建築的 天主要是 laathe 你去花了嗎 你去花了嗎 對 你去花了嗎 剛才會來你去花了 我去花了 你說不花了 趕工 先去花了 So I feel it in the cold Anger lift off my shoulder It's a fight with no one right Carry on the liberty on my way I finally get to where I'm going Feel the water's bleeding and stop my days So I found you in the 剛剛教練在教我怎麼在水裡面轉燈 然後我附輸一次他剛剛說的話 我就不信你們聽得懂 他說呢 先把右邊的身體翻到水面 然後這個時候做一個做導操的動作 然後這一手要去摸牆 摸到牆之後 推一下之後 你的左手就會到後面 然後手滑之後然後腳放下去 然後這個時候你就有一個動力可以 就是再衝出去這樣 A cał 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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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泳池已經要關了 所以要回家了 禮拜六會再來 然後希望禮拜六還記得今天的東西 人家要關門了 我們回家吧 現在是11月6號 第二次 這是我第二次練習 今天阿貴說我們要來正式的跑跑看 就是整個比賽流程 準備下水 欸 過了一個疫情我真的胖了 我覺得我幫你穿不下 好緊喔 6 7 8 9 10 肚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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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時間 我現在心情非常的緊張 有時候去參加我人生中第一場 自由潛水比賽叫做環太平洋自由潛水游出賽 現在已經快要到場地了 現在前面的是 我的教練跟我的Coach 你們對我有信心嗎? 我... 我... 哈哈哈哈 對你有信心嗎? 有吧 不發掉眼了 應該是有啦 可以吧 好 他們會對我這麼不保持懷疑 是因為 我現在就是來比賽以前就練了三次 但是太忙了 所以我這次就是想說 來玩就好 看可以自己表現怎麼樣 好 我們現在已經到同學唱歌了 然後我愛 很多人就蠻驚訝的就是說 我怎麼會想要來參加比賽 因為我不是平常有在訓練的人 其實這只是我今年給自己訂的一個小目標 就是我去年考了A3嘛 然後那時候就覺得今年好像自由潛水 可以對這項運動再做一點什麼挑戰 我一看到那個比賽資訊 我就報名了 就沒有想太多 對 這部分有可能對你們來說會有一點點枯燥 但我覺得 這個是我自己想要記錄 就是我這一次比賽的過程 Mix of Light from a million suns Burn it through your blood Feel the rivers rung A window to the hope and wild it's true 今天比的上一次比的閉氣 就比那麼一次 上次閉氣是就是考我A3的那一次 然後今天目標是四分鐘 A3的時候也差不多這個成績 然後我只希望我的身體的素質可以跟之前一樣 就是不要退步就好了啦 就也不要把自己推到太極限 所以我給自己的目標示範 還有一個三種步 像是一個冷身的時間 差不多15分鐘就要比賽了 現在我們就能到現在這邊很安靜 因為大家都在閉氣 等一下還是這個意思 因為這個賄賂好裁判 他說我起來之後要說胖你好可愛 就會給我白牌 我們在這 我剛剛是不是才兩分鐘我就 我剛剛覺得我意志力薄弱到不行欸 為什麼會這樣 剛剛自己好僵硬 對啊 你拚這樣子 對啊 怎麼會這樣子 沒事啦 為什麼 我現在一直告訴自己說 昨天剛剛比完的就 算了 就 啊 只能說你很加油 對 好多人都跟我說 沒關係啦 開心就好 可是我覺得不開心怎麼辦 一種責怪自己的感覺 就是 你為什麼那麼沒有意志力 明明可以做到 為什麼你不做 對 我要趕快把自己抽離那個 失敗的情緒 然後 然後 準備明天的項目 再過一個小時 我就要比我今天的項目 不用太平錢 我覺得我昨天可能是因為 給自己抽的目標 反而壓力有點大 對 所以今天就是覺得 好玩就好了 剛做去 玩一場遊戲 晚天再來跟大家分享 今天比賽玩的感覺 今天遊玩這一趟的感覺 對 不要再想比賽 我覺得我昨天太緊張了 5 4 3 2 1 1 2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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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2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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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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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2 2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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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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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2 3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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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棒喔 我就是 我覺得這是因人而異 就是 BO不是一件好的事情 但是因為我是覺得 我已經準備好了 所以我要全力以赴 為自己虛化出這也不是很棒 所以就也蠻鼓勵大家 如果你一直想要知道 只有前度比賽 拜託不要再來比賽 越來越多了 那時候也會煩的你知道嗎 通通不要來比賽 通通不要來比賽 真的是不好玩啊 這次的靜態比氣 昨天比得非常的差 是2分16秒 然後動態平淺的話 有達到我目前的 最好的成績是95米 但我原本其實想要有100 但是沒有成功 只有前水 就是這樣子 就是 你會看到你自己 很好的一面 跟很差的一面 然後你必須要去 承認這就是你的一部分 就是我們有時候 真的就是會脆弱 真的會打敗不了自己的意志 然後 就是 我覺得我這次也是給我自己 時間去想一下 為什麼我自己會 有那樣子的狀態 我最近還蠻享受 練習的過程 因為 最近可能因為 品牌跟頻道都非常的忙 所以我覺得 唯一有在 之前訓練的時間 就是我可以 心無旁騙的 只做這件事情 我覺得這感覺是很好的 如果你覺得你很心煩意亂的話 你可以來體驗看 自由前水的比賽 你會覺得 你那段時間 只獻給前水 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最後真的要好好感謝 這次帶我練習的教練PO 他的教學是真的很細心 才能在短時間內 讓我學會更有效率的自潛 那如果你也跟我一樣 想要嘗試比賽 但是不知從何開始 或是單純想要學自潛 都可以在台北找他上課 最後跟往常一樣 謝謝大家看完我的比賽影片 如果你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按下喜歡 你也可以把影片分享給你身邊 會自有潛水 但不知道該不該參加比賽的朋友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啦